我們上次介紹到滑墨硬力 滑墨硬力來自於什麼呢 滑墨硬力最主要來自於它的熱膨脹性速度 導致從有溫度高溫成績完降回室溫後 因為收縮的程度不一樣導致會有streak 所以就造成了這種 身杖硬力跟收縮的硬力 而硬力的大小是怎麼兩側呢 硬力的大小其實兩側是滑墨彎曲的幅度 基本上硬力兩側它兩側是什麼呢 它兩側是滑墨的彎曲程度 其實就是你表面的彎曲程度 那它主要是用光學系統 非破壞性的去看說 你的表面彎曲的程度變成怎樣 那通常一般最好有個空間是 有扑墨在上面的根本沒有扑墨在上面去測 因為你一開始可能就已經不是個平板的平面 已經鎖定了 所以通常看這個的話 你需要一件事 沉浸不過前 然後又是沉浸不過後 兩個片子 去用這個系統來去測表面的彎曲程度 讓電腦去計算出 這層滑墨的硬力是多少 它可以從表面的取率 來得到說 來計算說它的硬力 那 界電子的CD 現在講過一種是 常看到的是LDCD 當然前面有介紹 有長壓的 有低壓的 那基本上 目前我們沒有看到長壓的 大部分都是低壓的LDCD跟PECD 而長壓的LDCD分數大約在六七八百度都有 那DCD大約都在三百度以下 忍差對不對 不如差很大 那 界電子呢 最常用的就是 什麼呢 要嘛就是 阿塞跟奈川 其中 如果是阿塞系的話 系的來源是從 系完來源 那GOS是這種阿塞 三輪也是這個不常看到 常見的阿塞決定車 你會看到 用的就是 系完加氧 在高溫的情況下呢 會乘幾乘 二氧化系加H2O 然後會打掉 變這樣 那 那 他這邊講APA 就是 長壓一大齊壓 一大齊壓 一大齊壓 一天下 然後就是LBCVD 然後就是LBCVD 那現在基本上沒有 幾乎沒有看到 用在MG 都是LBCVD 然後用中的就是存氣 那 另外一個就是 氮化系 氮化系 氮化系的成績呢 是SALEN加阿摩尼亞 在高溫 這個溫度就比較高 這個溫度就相當於 7-800度C 一般要在7-800度C 一般要在7-800度C 這樣 嗯 矽瓦加阿摩尼亞 變成NICR 加 氫氣 好 而整個 今天製造的過程中呢 最早會成績 氮化系的 就是要做 CMP的時候 或者是做Locos 035製程以前是有Locos 025以後就有Linose XDI 那不管是哪一種 都會需要有 NICR 做Locos的話 就是要這樣的 不曉得氧化的地方 就是用NICR 沒有被氮化的地方 氧下去就會氧化 別人產生 厚的氧化車 而 SEI的話 是來當做CMP主擋車 這之前介紹過 國編 所以就會有這個 那 還有時候哪個地方 會用到加熱的NICR 基本上L7 NICR 不會再破壞了 因為後關製程有金屬 就會有錄到溫 NICR NICR 我如果在後續 在做 那個 之前講過 康貝時刻的時候 會有一個 康貝的HSTAR 康貝的HSTAR C-SO C-SL 這個地方也沒有到NICR MACR 阿塞的成績 除了 σει管架 都只會柔补 麸 就是 Regina T-O 本身 individual 只要TOS就夠了,你不需要加起它起 直接TOS進去,把後面的細度H5 直接把間接加熱打斷掉 剩下就是阿塞,剩下變成揮發物 揮發掉,就變成這樣子 這就變成 這就是C氧基細碗 TOS 而TOS跟塞跟阿塞比起來 直接講過他們的 表面牽液率是不一樣的 TOS的表面牽液率比較高 然後呢 細碗的表面牽液率比較低 所以階梯覆蓋率而言呢 它的均勻度 它Stay College 它TOS比較好 直接講到過 但它的缺點就是它比 加外 它比細碗加 OTOS比較貴 TOS比較貴 TOS比較貴 那還有一種是 你如果想要把 孔跟0 摻打到二氧化系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再衝 三加氧基孔 或者是三加氧基0 就是這兩個氣體 跟TOS同時衝進去的話 那它成立去污染呢 它在裡面就會含有 BOROR跟FAS就會含進去 它一樣都會裂結成 B跟P BOROR跟FAS 而中間的 碳氫氧化合物呢 就會直接回發量 就會直接回發量 不過這些都是早期的製程 現在根本都不會去參這些 早期這些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平淡化再流動 但是現在都不用充高溫的再侯製程 再點後你不太用它 因為有線發的出來 好 所以呢 這樣後轉 而如果是PCBD呢 我們剛才講是LPCBD 那回到燕漿的話呢 PCBD呢 通常 PCBD因為溫度比較低 它又不是Radio 那因為溫度比較低 所以呢 它有時候會有確定就是 基本上你的阿塞都是用細碗 而細碗裡面呢 會有部分的氫 而這個氫會完全泡掉呢 基本上不太會 它大部分會泡掉 但是少部分呢 會在兩個層基的阿塞裡面 會有部分的氫 因為溫度低 然後會溫度低 如果你要讓氫完全跑掉的話 基本上要5-650 5-650就可以 dehydrogen 就是把hydrogen給去除 好 給hydrogen就去除 那三個好處是 PCBD3507給成績 它缺點是什麼呢 你的浮沫會有含少量的氫 因為這氫哪裡來的 你的溪碗裡面的氫來 你的溪碗裡面的氫 從加上更多的時候 變成這個樣子 阿塞裡面 汗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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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想要把這個氫 徹底的拿掉 那就怎樣呢 沉浸完之後 再去一個高溫加熱會 就可以把這個氫給逼出來 給逼掉 好 什麼意思耶 好 所以 因為PCBD 它的補貨的產生 主要靠的是 電降的產生的自由體 所以它可以在比較低的溫度之下 產生比較快的化學反應 所以就可以進入到其量的傳輸區域 那PCBD的氧化物 的阿塞 你知道嗎 就是來自於 系網 來當作系的來源 N4W營的來源 就是PCBD的 系網氧化物 當然 也可以用TOS TOS TOS也可以 PCB裡面也有TOS 好 再來 同樣是PCB PCBD 沉浸Nitra 也是一樣 夾腕加N2W營 只能把它通點氮氧 增加N2W營的濃度 因為它最後沉積出來 一樣是含有金的 氧化物 氧化物 我們要沉浸Nitra 用的是 夾腕 彩腕 加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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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氧區之後呢 在電降300度的情況下 產生了氧化性 然後含有跟氫 剩下一些氧化物的揮發性機靈 那 利用PCBD 曾經Nitra主要是用在 元件全部都做完 整個氣墊都做完之後 最外層的動畫層 跟濕氣阻擋層 就會使用DU 因為這時候機率添入已經做完了 然後呢 裡面已經有很多基礎連接線 所以這時候 都可以使用高溫製成的 因為所有高溫製成都會讓 金屬產生質變 甚至是融化量 總之會是 對阿就變成一台狀況不好 如果有些金屬的人就要第一一下證明 就沒有辦法 所以他只能用電量 因為電量只要三百度性以下 就可以做到 另外這個 機體這個東西我們先給他 這都可以去另外一根做 好 第一層雲件做完之後 就會成績阿財撲目 然後這個所謂的阻擋層 其實現在都不太需要了 好 PcE的淡化是 擁有較高的層級數量 因為是使用電降 所以他可能在低或幾萬六 比較高的層級數量 然後呢 但是他還是會喊一些 還就覺得輕 好 然後State coverage 都 比較 好 好 相較也能用PcE而言的話 PcE還有跑出是什麼呢 他可以控制 就是薄膜的硬力 因為你可以藉由巴斯卡裡面 轟擊的程度 之前在電降的章節講過 在薄膜層級的時候呢 同樣的依不了 是我的鼻子轟擊 鼻子轟擊 那他就會影響到薄膜的品質 跟薄膜的密度 原子密度 就會影響到它熱补和吸素 最終就影響到薄膜的硬力 所以PcE跟LPCE有一個很大差別是 PcE可以藉由POWER 打電章的功率 來改變什麼呢 改變薄膜的硬力 可以改變薄膜的硬力 後面講的滿多的廢話 這些都已經有了嗎 怎麼要再形式的來形到 好 既然講摩摩 嗯 他像講的很多東西 都這樣都進入電路過程 所以我們先把整個器電路的製程 講一遍大家會每個了解 不然的話他其實都只是在網話場地而已 其實整個器電路的過程 不外乎就是撥破了一直不斷的沉積 不斷的時刻而已 只是在時刻的過程要有不斷畫製程 所以首先來 我們先來看一個CMOS 我們講一個大概就好 講一個大概 一個C晶圓 買壓力 那表面當然會是你層 A層層 零層 零層 之前講過 WEB拉筋完之後呢 表面還會在零層 畫了一個比較好的零層 而且還可以控制你的 餐層的濃度 然後呢 首先第一要做什麼 第一個步驟 要做Isolation Isolation這時候就分兩種 0.35μm之前的技術 用的叫做Locals 這之前介紹 而0.25 之後呢 叫STI 而這中間的分水理是什麼呢 發明了一個新的技術 叫做CMD 而在這之前呢 都使用VPSG來平氧化 而在之後呢 都使用CMD來平氧化 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首先我們來先介紹一下 之前介紹過 Locals怎麼做 Locals怎麼做 先氧化 一層阿塞 這個阿塞是用Dry Accentation 為什麼 因為重點是後面的Nitron Nitron Nitron是LVCE 這次阿塞是為了減緩Nitron的骨目引領 之前介紹過 Nitron曾經上去會有引領 所以要用阿塞來緩解它的引領 所以這個阿塞是為了緩解Nitron的引領 然後呢 開黃瓜 把要做Locals的地方露出來 所以 開黃瓜 然後呢 10顆 10顆Nitron 10顆Nitron 10顆阿塞 然後這時候來了 10顆完阿塞 10顆完Nitron之後 光阻去全 10顆完 然後這時候呢 再來 Vr oxidation 氧就會跑下氧化 然後呢 氧化的過程呢 體積會膨脹 然後呢 氧是等向性的過散 所以最後氧化出來呢 就會變成 龍槍 這就變成一個氧化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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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再使用 氏氏石科 去掉 Nitrine 用什麼還記得嗎 上條就介紹過 熱磷酸 熱磷酸可以把Nitrine 取取掉 Nitrine 取取掉 所以這時候呢 阿塞就 清塵 然後呢 再使用什麼呢 在把這個阿塞給剝掉 用什麼 西式呢 氫化槍 HF 所以把這個R3給死割掉 死割掉 然後這裡當然會水靠一點點 但是最主要用的是很痛 這樣就完成了 LOCOS的製程 那這是LOCOS 那SGI呢 SGI製程是什麼 前面的步驟一模一樣 一樣是掌R3 DNiTron 10顆 R3NiTron 然後呢上面一樣有光阻 上面一樣有光阻 然後往下10顆 10顆NiTron 10顆R3 記得要10顆什麼 10顆Slick 10顆Slick 直接把Slick吃下去 這時候吃的就是單精氣 單精氣用什麼10顆 我去查一下 前面講過 10顆Slick可以用什麼呢 有利用到鋸的 有利用到綠的 但這是單精氣 用的是什麼 你們回去可以查一下 我記得是鋸啦 鋸爆補 HBR 然後去蓋子10顆R 好 10顆完之後呢 我們一樣把光阻去除 光阻去除 光阻去除完呢 接著是怎樣 因為10顆是什麼呢 單式10顆有很多的 一方面是化學反應自由情 反應會發亮 一方面是靈子紅情 因為有靈子紅情 所以打出來了 10顆完之後呢 這個矽壓 最表面的地方 是很粗糙的 缺陷很多 那一般會怎麼做呢 基本上不會馬上直接 疊阿塞進來 因為這裡會有很多的低費 很多的缺陷 通常會來個氧化抓阿塞 然後 氧化把這些 氧化起來 然後氧化起來 把這裡的施力肯消耗掉 這樣子 就把被破壞的內力群 ROF的表面給氧化 那這樣的話 夏天底部的施力肯 就會是 比較 就是比較淡靜的施力肯 然後接著是什麼呢 有來 接著就是LPCED 乘其R3 那這時候R3 你有兩種選擇 剛剛介紹過了 你的R3兩種選擇 一種是什麼呢 SILENT加O2 一種是什麼呢 TILS 而這兩個的差別是什麼 這個比較便宜 這個階梯覆蓋力比較好 所以如果你的口很深 開口很小 你就要選用TILS 那如果你的開口比較大 你可以選用SILENT加R3 那如果孔超級小 要怎麼辦呢 你就只要敢用HETCVD 就是邊層積邊層積 邊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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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磨坡的技術 這些都介紹過了 現在就是拿來用 所以呢 如果孔沒有冷小的話 你用LVCD 把R3層積進去 好 R3層積進去之後 表面就是這樣子 高低物體 因為層積的地方一定是比較矮的嘛 挖線的地方一定會比較矮 然後這時候呢 在使用 這時候 LVCDE的R3層積進來之後呢 接著使用CMP 化學機械硬力研磨 化學機械研磨 把它磨平 停 停在哪裡呢 停在那一船上 所以那一船用途就是為了什麼呢 阻擋摩擦 阻擋CMP的磨 所以它的機械硬力要很好 要能夠擋住機械研磨 那機械研磨磨下來之後呢 就會磨平了 就可以吧 R3磨平 R3磨平 磨平完之後呢 再把NITRA去除一樣 熱磷酸去除掉 再把R3去除一樣 C式的HF或BOE去除 好 好這時候STI就完成了 這時候STI就完成了 那參與是Logos UN4 是好幾千人充 那STI呢 這個突出來的高度也才使用 一兩百兩船而已 不高 甚至你還可以這樣的 利用濕濕濕喝 它可以再吃了 再浮太天 再低一點 做完之後呢 接著 該檔的 該檔的離子布斯要打 要做NMOSFAC 就要打成PWAF 要做PMOSFAC 就要打成NNWAF 當離子布斯 離子布斯完之後呢 接著長R3 講R3 抓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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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R3 抓R3 所以這裡就要R3 R3 Sigmentation 然後呢接著再利用LPCD 層積多晶系PolySLEEP 多晶系的程度好像沒講到 我們繼續來講到 多晶系的程度在畫在哪 應該在畫面後面 多晶系列車 可以 你要在畫面的 全程度在畫面 還有尤戶系列車 請多保護衣服 看到畫面專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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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